北京时间11月25日,2018年将苏盛最美跑步线路,既最美相存健身公园板奖晚会在南京举行。 晚会现场请来了中国女排,物贯王时期的宫军队长孙静芳,以及年仅17岁的天才二传孙燕,两代女排人在台上上演别样传承,感动了观众和球迷。 在台上,孙燕从孙静芳手中接过了一个有她金笔签名的排球,这代表着一种传承,希望年轻的孙燕不仅能学习孙静芳精湛的传球技艺,还能继承老女排的拼搏精神。 对于这些老两代女排人的友爱互动,网友们纷纷留言脸赞,很感动,希望孙燕不要辜负从景芳阿姨手中接过的这颗排球,两个人都是到二传为止的,真正的传承。 这个安排很棒,中国女排一直以来都这么强大,与前辈被对年轻队员不遗余力的提携分不开。 现年63岁的孙静芳,身高1米75,私之二传,他16岁才进入苏州市业与体校,接受排球训练,是因为出众的天赋,在5年后,就成为老国家队的一员。 凭借着出众的组织能力和超强的战术意识,孙静芳被任意为中国女排队长,并在1981年率领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,以及1982年女排式锦萨的冠军。 并在各项比赛中多次当选最佳二传,随后,孙静芳选择退役,并走上市图,先后担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,国家体育台票中心主任,国家体育总织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等职务。 年仅17岁的孙燕,身高达到了1米88,四指二传,来自江苏女排,是今年世界女排锦标赛,结束后中国女排,官方社交平台,新典的六位二传天才新兴之一。 她身材身高,传球思路大胆,蓝王好,被寄望成为逢婚接班人,在未来成为中国女排的领军人。 她身材身高,传球思路大胆,传球思路大胆,传球思路大胆。 她身材身高,传球思路大胆。 她身材身高,传球思路大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